這個二分之一條款其實是為了要掩護 總統初選這個制度 所以他只是一個掩護而已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這個制度提出來 因為只管總統 好像怪怪的 太明顯了 所以把議員也管一管 因為我們討論過嘛 就是說這個這個到底要卡誰 為什麼無緣故會有這個東西 鬧出來 為了卡業園之啊 我們應該是沒有那麼重要到 他要來卡不過 但是就是還有人說 是不是為了要卡韓國瑜 但韓國瑜已經表態 不會選二零二零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猜不出來 還是怕羅志強 因為他現在要選總統 他選總統 有可能喔 這樣子可能就是為了羅志強 應該是羅志強 所以羅志強一個人 讓中常委絞進腦汁 提了這個東西出來 但我還是認為 關鍵應該是在於總統大選 因為畢竟現在的主席 可能他對於二零二零 他有一些想法 其實A案是要掩護B案 對 我自己是這樣猜測 你剛剛是故意看不出來 還是故意不想提B案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國民黨最比較可悲 就是這邊 就是說當民進黨做不好的時候 國民黨也沒有給人家一個求情求變的氣息 反而在這種政治的鬥爭上面 好像很有發揮了極致的創意 其實很求心求變 沒有人想到會提這麼怪的提案 就是我們都把創意放在錯的地方 我們把創意放在到底要怎麼去搞亂 那個總統的初選制度 沒有去思考說怎麼樣 讓人民覺得未來有希望 那我覺得其實按照黨綱 其實我們的選舉辦法很清楚 就是七成的民調加上三成的黨員投票 這非常清楚 除非就是有意參選者 大家坐下來談 看黨員投票部分要不要略去 這個其實機制都一照走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變這麼的複雜 一下防美式的民調 然後一下又變成什麼 又又傳出 乾脆針對黨員民調就好 還有全部黨員投票 那個變化之多 讓人家無所適從 像我們有時候要討論跟評論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那今天這更讓人覺得誇張 怎麼會算出一個比例是 黨員的比例是46% 民調是54% 這個大概一票算兩票 全世界沒有這種制度